25.人民日報海外版《那一類淡淡的枝紙花香》 2015年7月13日文化萬象07秒春苗春暑期當來臨 各種類型的電影分子搭來,呈現在大銀幕上的影片 比每個作家呈現在書刊上的文字 更能體現每部影片導演自身的性情格調 有的老導演串起十幾年來成功懷語電影的各種亮點追趕時尚 引導觀讚、艾行直學思考 有從好來烏迴來的懷語導演帶來美式的狂歡 在歌在舞地展現人與神怪和鞋相處的美妙 也有人把知名IP開發到底 將一首歌、一種風格和美作為核心元素 升級成一部有情節、人物和故事的電影 比喻這部《知紙花開》是那麼清新、美好 看片前無法徹想作為一位資深的中藝節目主持人 一位歌手、賀景導演的電影會是什麼樣的 近幾年來,青春題材影片呈泛濫之勢 而且女女上演殺潑打滾、懷孕代胎等狗血橋段 但《知紙花開》女完全沒有那些流行 過火的東西、唯有校園女純潔的愛 積極恨上的夢想、為了夢想的努力 也不乏分歧、爭吵、不擇手段的小把戲 但這一切最後都消融於心至美好的同學情意 師生情意以及純順的校園愛情中 影片的重要看點是芭蕾舞段落 四個女孩子的四小天鵝舞傳統 優美、而四個男孩為了幫去世和受傷的女孩子們 實現夢想而跳的男版四小天鵝舞 最重口味、也值得一看 賀景卻依然將分寸控制得黑到好處 影片中沒有賀景擅長的搞笑 也沒有他在快樂大本營的搭檔們出來幫他 影片通體淡淡的、簡簡單單的 沒有善情造作的段落 李二峰、張惠民等一群年輕演員 表演上樓下的也都是年輕人不靠技巧的最本色、最真實的東西 有些影片是全奇、很精彩 但枝紙花開是不基本 有些很珍貴的東西留在不基本上 一直沒有變 賀景說 枝紙花開啞啞 淡淡的青春純純的愛 誕生在2004年的那首枝紙花開裡 賀景這樣倡道 我們現在嘗說一句話 不忘初心 縮花十一年過去 主持一個頂尖中藝電視節目超過二十年後 賀景依然拍的是這樣一部淡而順的電影 確實讓人意外 也讓人敬佩 有位影迷在微信上說 四十一歲的成功男人 沒有滄桑 沒有遊慌 沒有浪漫 只有由內及愛的見識 真誠與淡然 因夢想而快樂的大男生賀景 眼淚有光 照亮他前進的路和方向 這其中有他的粉絲對他的偏愛 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學景的準確評價 有一個人敬佩 有些人敬佩 也在美人敬佩 也在美人敬佩